好 我们今天讲一下这个游戏初期就是第二章开头的地方 就能拿到一个无限Bug 就是无限魔法的Bug 这个Bug是一环的法术可以无限重置 那如果我们做到一环法术无限重置的情况下 最厉害的方法就是把它化成法术点 然后再用法术点化成三环法术 然后来个转换 比如说我减了三环法术 然后我就再用法术点化成三环法术 对 那我们是从哪里可以得到这个无限的一环法术呢 就是在这个商店里面可以购买一个盾牌 我不记得是这个商店还是在弹魔的商店 那就是第二章初期只要达到光丸铝 就可以拿到这个盾牌奉献之盾 这个奉献之盾只要它上面写的就是格外法术为增加一环的格外层法术位 那你只要每次装备上它 然后你这边就会多出来一个格外法术位 那这样子再用 传换法术 玩舒适点 无数法点 然后我们再把它取下来 然后再把它装上来 然后这个法术点又有了 然后我们再 这样子无限的 就是可以拿到这个数法点 这个方法比那个第三章拿到那个就是无限buff 无限法术的buff的方法要就是反很多 而且不能在战内使用只能在战外使用 就是有点 就是低配版的无限法术吧 因为你在第三章拿到就是拉斐尔加的那根法术杖以后就没有没有这个需求了 就可以直接无限法术 那 但是这个好处就是在第二章你还没成型之前 你就可以对吧 很刺激的 就是很开心的 就一直在放这个高 高反法术 这样的话你就 或者说用这个一下子洗个三四十个数法点 这样的话你用那个 就是 魔能buff的话就可以 每次都是副手出发 就是一回合打两发魔能buff 或者是 有用刺客的话 就是一回合三发魔能buff 对吧 这个就伤害就高了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就 非常好用的一个bug 而且也不算是个非常非常明显的bug吧 也是个比较简单的bug 用轮子派的方法就是比较繁 就是比较繁琐 别的也没什么问题 就是 就是 可能要 需要洗断时间 好 谢谢